这里是上海一家精神病院 这里的患者都有大大小小的精神类疾病 他们有的精神分裂 最好的排泄是外星人 整个星球 一起向外星人进化 有的严重抑郁 把小姑姑我查了 你和必死 还有的患双向情感障碍 狗来不 满足来不 可在成为一名病人前 他们有的是物理学博士 精神就好像是计算机里面 那些东西 有的是诗人 一条长河 可以把你送向千里的远方 一扬大海 会将你沉入万丈深渊 有的是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的小提琴家 还有的是杂集团舞蹈演员 从某种方面来看 他们创造力极佳 在特定领域表现非凡 看起来和正常人仿佛没什么区别 医院里 有的病人也确实不认为自己有病 这个女孩就觉得 精神病院只有两种人 一种是聪明过头的 一种是笨过头的 他们跟诗人不合 才被关在这里 可有问题的 或许是诗人呢 但是其实我觉得世人 有些人也是有问题的 就是没有一个具体的评判标准吧 在拍摄期间 导演曾问过病人一个问题 你觉得人生有没有意义 这充满哲理的话语 这条理清晰的回答 有些正常人或许都无法做到 一切仿佛是在印证女孩的观点 所以精神病患者和正常人 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10点50是医院的午餐时间 68岁的东东 是护工们的重点关照人员 平时他也是个言语清晰的小老头 甚至还能说上几句英文 可一到吃饭时 东东就会变得狼吞胡咽 还会去抢别人的饭 为了防止东东噎到自己 医院把他的餐食都换成了营养粥 别人用餐他只能站在外面 东东患有精神分裂症 他主要表现为被害妄想和行为异常 总觉得药是毒药 这无法控制的行为紊乱 另一个朝护工发脾气的患者 也同样如此 他有严重的被害妄想 会记录每天吃下的东西 精确到美丽那种 一旦发现自己收到的水果 小了或不新鲜 就会觉得是工作人员痛手脚 进而大发脾气 精神分裂症 还有一种表现是幻觉和幻听 姚四海就是如此 她说七岁时认识了一个小女孩 除了自己谁也看不到 女孩和她在脑中交流 相爱相伴 她这个脑子里面 她是有感情的 我们俩的感情比婚姻还要高级 儒雅的老太太周志玲 也是精神分裂症患者 她热爱文学 喜欢看纪录片写日记 还写的一首好毛笔字 在精神病院已经治疗了三十多年 在外面没谈过恋爱的她 住了院 反而谈了三次 主要都是柏拉图是恋爱 双方胡同书信 护送礼物 也是极为浪漫 志玲首次发病时 只有18岁 她的表现为 外跑 打人 骂人 猜疑被害 跳楼等 家人都控制不了 只能送进医院治疗 住院后 志玲的病情控制不理想 一直有反复 后来时间久了 才趋近于平稳 目前已基本痊愈 但因为哥哥重度眼疾 无法看顾 志玲还是只能住在医院 年龄较小的患者 小C和志玲年轻时 病状很像 她也有双向情感障碍 情绪极不稳定 时而高涨 时而低落 狂躁时 冲动 草率 抑郁严重时 也有消极自杀的风险 小C是名牌大学 法学专业的学生 她的发病原因 我们不得而知 但病房里 总能见她抱着教材的身影 科业压力大 或许是压滑小C的 一根稻草 但究其根本 还要从她的成长经历手起 小C的父母关系并不好 两人经常当着孩子面吵架 这导致小C的童年 经常处于阴影之中 不过双向情感障碍的 发病原因比较复杂 家庭事件 只能算是诱因 可父亲总觉得 是自己导致女儿生病 所以非常自责 现在只能尽力弥补陪伴 这天 小C学校的领导老师 来医院探望 他们话里话外 都希望女孩退学 担心她回学校会出事 毕竟学的是法学 不论以后做律师 还是其司法系统 面临的压力都更大 与其这样 不如去读个专科 安安稳稳过医生 但医生对此并不赞同 因为她知道 小C其实一直想重返校园 而且压力这个东西 到哪都会有 没有谁的人生 是一帆风顺的 学校不该因为 她得过病 就否定她的一切 学校担心这个肯定是有道理的 L8病房的胡哨堂老人 是个极孝顺的孩子 他最喜欢的家人就是母亲 看到母亲生病就非常急躁 最后还出现过激行为 因烦躁打人 把哥哥当成了害母亲的恶人 家里人把他送医院一查 才发现是精神分裂 可即使入院 胡哨堂对母亲依旧签化 康复治疗时 画的都是母亲的画像 没事就把照顾母亲的细节 逐个记录下来 让哥哥按要求去做 听到别的病友母亲去世 他也会难过倒哭 生怕母亲有天也会离开 可实际上 胡哨堂的母亲 已经去世几年了 家里人怕他病情恶化 和医生一起 联合编造了这个谎言 但胡哨堂却隐隐有了察觉 父亲母亲 他们就是喜欢跟我说话 一做梦 他们不说话 我难受得不得了 我在被窝里我就哭了 在善意的谎言和家人的陪伴下 胡哨堂一直处于情绪稳定的状态 可医院总是不缺残酷的现实 同样是L18病房的 孝云生老人 被儿子女儿霸占了养老金 和所有财产 以前一年只来看他一次 一次就一两个小时 孝云生得的是酒精性精神障碍 控制住饮酒后就基本痊愈了 而他早已戒酒好多年 可女儿儿子却不愿接他回家 直接不来探望 医院打电话也不接 留下大笔账单无人支付 现在只有前妻偶尔还来看看 因为患者精神有问题 言行没有法律效力 医院按照规定指任何监护人 即使知道孝云生已经痊愈 也不能把他放出去 精神病院成了变相的养老院 除此之外 社会歧视 经济条件 这些都成了某些病人 一生无法出院的原因 他们被困在医院的牢笼之中 仿佛是折翼的小鸟 龙中鸟 这是一只无忧无虑的小鸟 却尸足被猎人捉住 从此与天空无缘 面对精神疾病 希望我们都能理性看待 始终保有一份善意和尊重 毕竟 没有谁能保证 自己一辈子不会陷入深渊 我是拉环 关注人间一拉罐 带你看更多不一样的人生百态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